哦真的是 挡回一局啊 对对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其实他俩挺互补的 对对 他俩缺的都是对方的优势 才第二天啊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新人在这些 这些主任面前的那 感到那种压力 我真的是感觉像 像山一样 这个医院的时期 他每天都会有老师问你问题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不一定 然后原来这是常态 他早上交班也非常非常紧张 交班特别紧张 尤其让实习生去交班 就在大家所有的老师面前去 说然后假装自己很流利 然后老师会 忽然问你一个 你没有准备的 就特别想死 你有碰到过那种 就问到你就答不上来 我我尝尝不到 因为我答不上来的属实有点多 但是有的时候他 会有一些就是 你的任务他告诉你 明天要考你哪些方面的题 你准备了 但是还是会忘 我也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大家跟学艺没关系 就是像妈妈刚才说的 就老师会有这种癖吗 有啊 有会吗 你们觉得有些老师很可爱吗 就是他说 比如啊 你小时候是可爱吗 就很可爱 他就经常写的题目 三加三等于几啊 五 那老师能不知道三加三等于几吗 所以这种突发性的提问 我觉得是特别可怕的 那就比如在课上 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知道答案的 你是那种会举手告诉老师 啊这是鸡鸡鸡 还是说你会那种把自己埋在 我反正每次上课都在街南逃 每次都是乌蕾同学来你来打一下 乌蕾同学你来打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想要说 给你外延一些知识面 就提醒你说可以继续再往前走一步 我今天听到读十二年 我就已经 后来发现只是开始 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还只是开始 继续看 继续看啊 你们新病人还没去过是吧 没有 对我和带他一起去 还说之前没查过 为什么是带他一起去 我从来没受过病人 那你们刚才干嘛不去啊 看了他的 在看DSA刚才 不是你们一个多小时了 都还没去看过那个病人 今天就那个三个新病 就还原来的分 反正二十二床本身就是你的床吧 你去再收掉 然后二十三床是 雷鸡鸡鸡的 二十二四都说了 二十三你收 二四归你 你们待会自己注意着看看 好好好 哦 完了完了 要被批评了 对 已经发现不对了 完了 这今天是我查访 那如果今天是主人来查访 你告诉主人我病人来了 我还没有收呢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怎么可以这样呢 是不是 我早上也跟你们说了 下午的主要任务 一个是病程 其实你们应该 中午吃完饭回来就要写掉的 这个事情不是说 你们空了 人都凑齐了 再寻找病人 效率提高点啊 两个多小时了 你叔叔你们干了些什么 病人没收 病程都没有完全写完 你们有时候自己主动地盯着点 要主动找自己的活干呢 按你们这个效率 今天是回不了家的了 以后这样 各干各的活 你们又不是小学生 还要结班出去干嘛呀 这个话好严厉 呀呀呀呀 哦呦 集体现场被批评 难兄难弟的感觉 先去我们新病人 病史吗 看你们自己的功夫了 之前那个病例的一些问题啊 这边还需要问你们一下啊 平时是做什么工作 教师 教师 阿姨 你是哪一人啊 我的钱啊 主要是因为什么问题啊 我的钱啊 我是你的那个主管医生 我叫李不炎 你叫什么医生 我叫李不炎 不熟话不炎 好 是不太重要的 你不炎我们 没关系 我叫你医生就可以了 好吧 你医生 对对对 大概问一下你的情况 你抽烟喝酒都不搞吧 没有抽烟 好 眼睛睁开眼睛睁开 我看一下啊 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 万一有些小毛病被我发现了 也不一定有 好吧 不用担心 好 做全套体检 放松 放松脖子 不要用筋好不好 放松啊 放松放松 靠着我不用管啊 放松 嗯 来了 碰一下你眼睛啊 不要紧张啊 好 睁开睁大一点 只碰一下 他没发现后边来了个人 我碰到了没有 你碰到 碰到了是吗 你会鼓塞不 把嘴巴鼓下 嗯 你先就做吹烤烤的样子吧 好 吹吹 然后学我 哦好细哦 对它很细 一个一个过 那通常不会这样 我觉得 对 但是患者会觉得你对我很用心吧 其实患者大部分是会配合的 肯定会的 肯定会的 好 阿姨你坐起来一下吧 坐起来一下 你脑袋 用筋 这样子 穿 穿 穿 好 用筋 好好好 把舌头伸出来 好 好 拉我的手 用筋拉 你指自己的鼻子 再指我的手好不好 好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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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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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阿姨你站起来一下 来对在这边 对在这边 好 来往前举 对啊 闭上眼睛 好好 按一下 好 换着脚 哇 还有姨 阿姨好 你再躺着 再躺着 眼神很无奈 没事 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 右脚放松 然后到这个地方 右脚碰到左脚的膝盖 滑下去 然后再放开 放在哪里 呃 你这个挖子要不法脱了 阿姨 好 放松 有点痛啊 有点痛啊 阿姨坐起来 坐在这旁边 好 手放松 完全掉着 不用管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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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一样的 放松 放松 没放松 肩膀没问题吧 那你放松 你放了 你靠着我手 你看 你看 你手怎么悬空的 你靠着我手 你没有放松啊 阿姨 你放松 阿姨都笑了 阿姨发出了迷之微笑 阿姨 阿姨 你这最后两三个东西 好 躺下 你脚快动一下 给我看一下 转下去 好 放松 我的天哪 你放松 靠着我没关系 太气了 阿姨是叹息 真是个老实的孩子 让他去收购心理人 他给他做了全套的神经系统插体 到现在还没插完呢 放松一点 再放上去 快了 已经做到吸跳反射了 放松一点 阿姨 放松 放松 脚滑也放松 阿姨都已经开始 哎呦 没搞了 没搞了 放松 好好好 可以了 好 阿姨 搞完了 他也气喘吁吁的了 做了个全套 刚刚给你大概的也全部都检查了一遍 还是只有你脸上这个通脑问题 基本上好不好 喊放松喊了四十二次 三十二下 三十二下 哇 一个小时啊 你查得很全 其实很正常 如果全套做下来 真的就要一个多小时 这个并不是说李不言他不熟练 是因为项目特别多 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只是因为熟练的医生 他有经验 他知道哪些可以快速地过掉 所以他才不需要那么久